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鲁道夫 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这是我的主人小公主 别看人家这么瘦小哟 今天本喵就来给大家讲一个打败大狗狗的故事 作为一只宠物喵 我一直渴望着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正好今天主人出门的时候门没有光景 我就想着溜出去让我看看这个奇妙的世界 但是外面的世界真是太危险了 我东逃西窜的差点被一些讨厌的家伙撞倒 好不容易在一个白箱子里抓到一条我最喜欢的鱼鱼 又被凶凶的怪叔叔追着跑 这下可好了 迫不得已我逃到了一辆货车上 一觉醒来却再也找不到家了 好吧,胡乱油弹的我这时候遇到了大喵盼虎 盼虎是一只看起来凶凶的 却其实软软的好毛鸣 一开始认识它的时候 它也凶人家要抢我的鱼 我就想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给你就给你嘛 就在我生气扔下鱼鱼要跑掉的时候 它却从大货车前救下了我 既然你救了本喵喵 那本喵喵从今开始就跟着你咯 一路上盼虎对我爱你不离的 它说我的家离这里很远很远 但是我好像小工具哦 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念叨着小工具 盼虎是一个很厉害的喵喵 它所到之处 就没有敢和它正面叫嚣的 而且它还会专可怜考这里的人喜欢 不管走到哪里 总是有人类会叫出它不同的名字 给它不同的食物 盼虎告诉我 这可是流浪猫的基本技能 但当我问起盼虎以前是不是宠物喵的时候 盼虎却生气的丢下我走掉了 好吧好吧 我一定是让盼虎想起了它的伤心事了 这时候盼虎喵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 其实它已经想和我做朋友很久了 可是我一直待在盼虎身边 它连靠近都不敢 盼虎告诉我 自己之所以这么怕盼虎 是因为盼虎曾经只剩一猫 就把狗狗给打趴下了 从此以后就闻名猫记 除了恶狗大魔王 这一代就没有不怕盼虎的猫和狗 其实盼虎以前也是一只宠物喵 但是主人很久前就去了美国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听着盼虎的故事 我更加的崇拜盼虎了 晚上我找到了盼虎 他带我来到了他曾经主人的住所 并神秘地告诉我 在他主人临走之前 他的主人教给他一个神奇的东西 那就是人类的文字 盼虎回忆起他的曾经 那是他的主人每天都在教他文字的场景 整整一年 盼虎已经对人类的文字了入至上了 盼虎还带着我和路过的兽红来到了图书馆 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动物 哇 这真是太棒了 于是我决定 我也要跟着盼虎学习人类的文字 就这样 盼虎带着我 晚上学习文字 白天就去图书馆看书籍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我总算能够通过知识 找到曾经的家了 就在我火急火聊地 准备搭车回家的时候 傻乎乎的我 差点被冷藏车厢冻成了冰块 幸好盼虎再一次救了我 盼虎狠狠地凶了我 他看到我如此急迫地想回去 就决定帮助我 在临走的最后一刻 盼虎却出事了 炎炎一息的他 因为为了最后请我吃一吃牛肉 不得不和疯狗大魔王打了起来 看着盼虎虚弱的身体 我伤心极了 还好我学习了人类的文字 这才带着曾经给他食物的人类 救活了他 我带着兽猴 决定向大魔王报仇 通过一番东逃西窜 我们总算打倒了大魔王 并告诉他 这件事以后 虽然我错过了回家的车 但是和大家的关系更好了 兽猴还交到了女朋友 大魔王也成为了我们的伙伴 故事的最后 我还是经过千辛万苦 回到了小公主的家 但是消失以年的我 看到了小公主的新猫咪 他和我很像 小公主家只能养一只猫咪的 所以我就走了 回到了盼虎的身边 这时盼虎的主人也从美国回来了 他收留了我们所有的猫咪 就这样 我们又快乐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通过这个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 新鲜的东西总是危险的 但是千万不要恐惧 而是去适应并战胜的 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所以今天上街 要是遇到帅哥或者美女 就勇敢地去搭讪吧 让彼此的生活都多一点乐趣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 再和大家见面 咪 那天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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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